中共启动杀手舰,加码贸战稀土减产36%,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对美禁售稀土一直被中共炒作成杀手舰,但该说法已被戳破其中水分日前英媒披露北京却已开始限制稀土产量。 虽然党媒再次寄出下尿体报道炒作但海外舆论几乎一边倒的吐槽讥讽,广告路透社日前报道密切追踪稀土产业的独立研究服务商Adomis Intelligence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共已把今年下半年稀土开采和冶炼配额大降,36%至4.5万公吨创五年多来最低。 而这些产量仅供满足中国国内买家的需求,北京显然希望借此提高对国际市场的控制力。 报道指,中国稀土出口量通常可供应全球约80%需求,年供应量约为15.6万吨但出口量变动经常十分剧烈。 今年上半年的开采和冶炼配额上升至7万吨比2017年同期增加40%,今年9月出口量比8月昼升15%但不如去年同期对此。 中共在香港和海外的一些外宣媒体,纷纷以全球制造商不安为提报导称,中共限制稀土生产,将导致稀土价格上涨。 包括日本科技厂Panafianic等业者都在急于寻求其他供应人不过。 众多海外华人网友并不买账,在相关报道后留言,讥讽中共吹牛不上税,五毛给自己壮胆等还有网友,表示中共禁售稀土美国可以用禁售芯片反击。 把中共所谓高科技产业再次打回原形其时,中共媒体宣传稀土杀手建议有数月之九多家外媒已经击破其中玄机,中共垄断全球稀土供应的原因在于不计破坏环境,不惜矿工生命健康和低价对外薰销。 而国外虽然同样稀土矿藏丰富,但因为要顾及保护环境和保障工人健康政府往往限制开采,而且也基于同样的原因,国外的开采成本要高于中国,因此在价格上无法和中国稀土竞争。 因此专家分析,如果中共限制稀土出口,定会推高稀土价格,并导致全球稀土供应链重组,但根本谈不上扼住美国或西方国家的喉咙。 在中美关税战中川普特朗普政府已将中国稀土从加税清单中删除,显示美国商界对此仍有所顾忌,但中共限制稀土出口,显然远远不足以令美方妥协。 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曾是全球稀土第一大供应员,后来因为中国稀土在国际上以白菜价倾销,导致美国的稀土矿业骤然停产。 中共2009年,也曾一度限制稀土出口,企图抬价待于2011年,放欧美国家向WTO申诉结果中方败诉。 早在今年4月中国大陆经济学家马光远,就曾公开批评中方禁售稀土,贬值人民币和抛售美债是贸易战三大搜主义。 马光远论及禁售稀土不可行的三个原因。 一是违背WTO原则会遭投诉,二是中国稀土价格低连美欧,已有大量囤积,三是美国反制手段太多。 全世界总共有的13台跟四伏器,一个为主跟四伏器和9个副跟,四伏器都在美国欧。 周两个日本,一个美国其实通过控制跟四伏器,控制了全球互联网。 我们玩得起吗?